台东县新住民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2% 为了促进多元文化交流 5号的下午是在铁花新聚落 举办了新住民嘉年华活动 带来了异国美食舞蹈表演 和新住民的传统服体验 吸引了上千位的民众参与 县长饶庆林也特别换上了云南服饰来同乐 打造台东成为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城市 原创漫漫的活动现场 展出来自东南亚各国的传统美食和服饰 让民众体验后疫情伪出国游 也让新住民朋友回味家乡味 平常我们没有这个机会 很少好像一年就一次而已 很多姐妹一起拿家乡的食物 来分享给台湾的哥好友 过来这边我们台湾都在叫他文化交 我们都是交流 设计在台东县的新住民人口 有4448人 占台东县总人口数的2.06% 为了促进多元族群文化交流 举办竹梦台东新住民嘉年华活动 希望为新住民生活在台东 梦想因幸福而踏实 活动是吸引了近千人参加 就连县长饶庆林也换上一身 云南传统服饰与民同乐 我们邀请现场所有的各国的代表 和我们的村长以及县长 来一个族群融合 这代表着不分你我在台东这片土地上 台东都要靠着我们新移民 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孩子 来为台东打造一个更多元族群的社会 由新住民二代演出的舞蹈表演 惊艳全场 不止如此 现场还有首座 童外 以及新住民传统服饰体验 让大小朋友共享充满 异国风刺灵的午后时光 继续下集会台东市报道